投考小提示 写作评核及领导才能测试篇 消防队长 通过初步评核的投考人士 将获邀出席 写作评核及领导才能测试 而相关评核 会与将军屋的消防及救护学院举行 由于夜观包括写作评核 及其他不同的考核程序 各考生需要有心理准备 在消防及救护学院留大半日的时间 不过不需要担心 如有需要 我们学院同事会安排大家到 饭行选购食物 补充体力 中英文写作 考生需要在45分钟内 摘写一篇400字的英文报告或文章 在小优后再在45分钟内 根据题目摘写一篇400字的中文报告或文章 小贴士 在中英文写作的环节上 除字数和时间分配之外 各考生均需要在文章的表达技巧 内容用词以及句子结构 这四个因素多加注意 同时记得不要过于涌场 并注意指数限制 领导才能测试 为测试各考生在实际工作时的领导才能 各位在中英文写作完成后 会进行领导才能测试 考生需要在8分钟内 带领三至四名组员完成指定任务 例如利用特定的工具 合力去完成一项搬运工作 考生可以放心 各委军会分别担任小组领袖 以及组员的角色 在任务开始前 考官会给予考生一张任务的简报 考生会有5分钟阅读和准备 各考生应尽量运用有限的时间 去议定行动计划 小提示 我们建议各考生要留心任务的目标和限制 如对任务的要求或所用的工具有任何疑问 应立刻向考官求证 另外提提大家 完成任务并非领导才能测试的唯一指标 投考者应在测试期间 向各考官展示出其他不同形式的领导潜能 包括拥有凝聚团队的能力 有效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应变能力 并展现不屈不闹的精神等 在此再次勉励各考生 成功在忙 继续努力